东方的哲学和宗教以及西方的早期宗教都认为生命是轮回的 佛经里对于轮回的过程有非常具体的描述 在佛陀本圣经中 佛亲自讲述他若干个前生 曾经为相、路、商人、国王各种身份 从无始以来一切众生都在六道不断的流转轮回 在十二因缘法里 佛陀阐述了众生为什么会轮回受生 不断的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以及如何斩断这因果相寻不休的链条 对于轮回转世 我们佛教是一贯很清晰的 生命是有诡计的 是有前生后世的 是有六道轮回的 甚至可以通过对生命的了解 可以修行而且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决定自己的前途 一百多年来 有大量的科学家用严谨的数据 社会调查证明了生命的轮回现象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也是证明了 生命死亡不是生命全部的终结 人还有神识 从肉体的精神的甚至灵性的神识的层面 有多层面的认识生命 在当今的这个时代 我们通过宫道县平阳乡 这样大量的实证 所以也希望我们 不管是信还是不信的人 以一个开放的公正的一个心态 去把它作为一个社会现象 先去思考 这样对我们也是一个学习 打开眼界 自我审视 了解自我的一个 通过外在的 也去来了解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话题 这是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我们在这里 就是也是打开我们一种视野 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月官大师 为了证明阴火轮回 他决定死掉 主动投胎 视线的众生 使世人相信 转世轮回确实存在 轮回转世 不仅是偶然发生的主观的记忆 更是科学研究客观的结论 而佛经早在2900多年前 就已经将这一切阐述的精确而完美 一个个再生人 前世今生的故事 留给我们无尽的思索与回味 因果的循环 无休无止 轮回的世界 真实不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